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请各位再用另外一个函数 其实刚刚用这个REPT加LEN 其实已经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你会发现 好像这个地方有点绕了一圈 比如说在重复几个0的上面 为什么要3-LEN 这个地方就有同学常常会卡住 其实就是我们里面一定要有三个字 所以用3去减 减掉里面有几个字 得到了几个 差几个就补几个0的意思 不过常常有同学说 这个有点好像要绕一圈 这一般人不太会这样子想 也对啦 那一般人会怎么想 就是几个字就补几个0 自动补上去不就好了吗 就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这样 我们用格式的方式 如果你要几个0 你可以把这两个选起来按右键 储存个格式里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 预设是通用 那你可以用自定 自定里面的话补3个0 123 你会按确定 那这边就084007了 可是跟各位讲 按右键 储存格式 格式部分的话呢 基本上所谓的格式 就是表面上看到的 那它实际上呢 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变成08400呢 各位可以看到 你游标放在这上面 它会显示出它里面放的 其实它还是84啦 它并没有变 它只是表面变而已 实际上里面还是84 可是喔 如果我今天希望可以把里面变的 里面的资料也跟着改变的话 那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喔 如果你要让格式喔 真的完全就变成这个84 里面的资料就真的变成084的话 那你需要用另外一个函数 就可以解决刚刚讲的问题 哪一个函数呢 就是TEST就可以了 TEST 那这个TEST函数喔 其实相当相当的好用 因为如果你会用TEST的话啦 只要你画面上看到的资料喔 你将来要做处理就不是太难的事情啦 OK TEST函数真的相当相当重要啦 因为如果你假如不会用TEST 真的很多问题无法解决啦 那比如说以这一题来看 假如我今天希望喔 把那个084 这个直接用TEST把它显示出来的话 那该怎么做 那当然在用TEST函数之前喔 我大概重点讲 因为TEST其实白话意思就文字 可是实际上喔 在Excel的用途喔 它其实就是格式化啦 OK 所以其实喔 它意思就是把 这个原来的资料 经过格式化之后 变成我们需要的文字 所以这个它的重点 TEST就在这里喔 那怎么做喔 首先的话我建议各位喔 先做几个Ctrl-Z以下 复原一下 我是建议各位可以把刚刚的综合练习这个工作表 再复制一个 那复制的话当然一般喜欢按右键 这边有个复制或移动啦 不过这个太慢了 我建议你用另外一招 拖拉 按住这个综合练习 按住左键不要放 拖拉到右边 但是你拖拉它只是移动嘛 如果你要复制的话很简单 加上一个Ctrl-Z键 Ctrl-Z键按住之后 再把左键放开 那这边的话就会多一个啦 就是多一个Ctrl-Z键拖拉就可以了 那我们练习的话呢 假如我希望把刚刚的这个公式 再换一个 换一个方法 换Test 可是Test你在做之前 你没有把握 你可以在旁边做练习 在这边 OK 比如说我要用Test的话 那怎么做喔 其实你可以插入函数 在I4的储存格上面 然后在文字类里面 各位可以往下 因为T比较下面 找到T开头 这边就有Test 那一样呢 按确定之后的话他会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Value Value就是资料 资料在哪里啊 资料在这里 那接下来的话 FormatTest是说呢 你要格式化成 什么样的 这个规则 那规则我们刚刚是三个0 所以一样三个0 只要是 就是 你前面的参数有Test 记得我前面讲过 有Test的话 理论上都要加前后双一号 如果没有加双一号 那会错喔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有Test 请各位注意 一律呢 要给文字 文字的话 理论上在规则里面 前后都是双一号 然后呢把它加上000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了 他到底有什么改变 你会发现马上就有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出现了 84过来之后 有没有 经过这个格式 它就变084 而且前后也有双一号 表示它是文字 然后把它放到这边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结果会不会是 就是我们要的084 没错 另外的话有一点 可能要 各位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这个084 它是靠左还是靠右对齐 各位可以看到 它一定是靠左对齐 为什么靠左对齐 如果呢 假如你得到的资料 假如是靠左对齐 各位要有点敏锐度 如果是靠左对齐 理论上应该是文字 文字才会靠左对齐 数字呢 才会靠右对齐 当然如果你把它改成字中 那当然就另当别人 如果它原始状态 靠左 那一律都是文字 靠右就是数字 这个可能要有个敏锐度 因为如果假设 没有敏锐度的同学 哇 常常会出错 因为我发现 很多人用Excel 最大的问题 常常问的问题都是 他搞不清楚 文字跟数字的差别 这个就是大麻烦 所以建议各位 一定要特别小心 这个地方 因为每次问的问题都是 老师 为什么我这个地方 用Viewer函数查 奇怪怎么查 明明我看到的都一样 为什么都查不到 我一看 你查的是数字 你 你那个资料里面 却是文字 那当然呢 你看起来一样 可是实际上 在Excel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时候可以 透过这个地方 稍微观察一下 对齐方式也是个重点 好 那084就有了 有没有 经过TES 所以喔 那007怎么做 也是一样啦 其实就是把什么 G4改成H4 所以呢 如果我想要改一下 刚刚的公式 我如果不用REPT加LEN的话 诶 那是不是说我可以 在REPT这一串公式delete掉 我改一下 改什么 改TEST TEXT 钱瓜糊 那当然啦 这个用打的啦 不过如果你假设 打的不习惯的话 其实还有个方法 不然你就是 先把REPT删除掉 然后呢 在前面再插入函数 它会帮你把 这个视窗跳出来 这样也可以啦 然后文字 这个TEST OK 有没有 然后它放在这边嘛 然后VALUE的话就是这个 那Format的话 FormatTEST TEST喔 所以是前后双引号 移到中间加000 OK 它就会把084的结果 帮你串在后面 按确定看看结果 OK OK了 那 后面007怎么做 一样嘛 所以其实喔 你可以把这个 AND加- 这一串公式 复制一下 贴到这个后方之后的话 把这个G4 改成H4 这样打个勾 OK 这样也可以耶 而且你会发现 跟REPT加LEN 比起来的话 显然 那个TEST 来的简单太多了 所以如果假设啦 你会多一个函数 当然呢 就是多一个选择 也就是说 可以让你的那个公式 看起来比较清爽 如果你会的话 如果你会TEST 你怎么可能会想要去用 刚刚的REP加LEN 所以喔 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向下填 它向下填满的话 游标放在这个储存格的右下空点 当它变成黑十字的时候 快点两下 这样就向下填满了 OK 那我们就把这个公式 改为TEST 那你大概可以把这个工作表名称 改成叫TEXT OK TEST 这样的话呢 相对会简单很多 OK TEST的话 其实还蛮好用的啦 那比如说的话 你想说 老师那什么地方可以用到 我举个例子 其实 比如说我想要知道 这一个资料里面 这个资料的话 实际上是那个 电信业的 这个会员资料 那你把它按Ctrl向下的话 它会移到最下方 有100个会员 像这个应该 这个是某电信公司 内部训练的资料啦 理论上它 应该会有 1万甚至10万 甚至百万 因为他们 这个会员人数非常的多 那所以呢 如果假设啦 你要做处理的话 不会用刚刚的方法 当然 一定会非常没效率 可能要准时下班都是问题 那所以呢 我们今天假如说呢 我希望 做一个统计 什么统计 请你 帮我统计一下 我们这100个会员里面 到底 几年级升最多 那当然在台湾习惯用几年级升 比如说 7年级的多 还是 6年级多 还是 5年级多 我们的 这个消费主力在哪里呢 我要先找出来 可是问题 如果你要找出来的话 最后其实我希望看到的结果 有点类似像讲义里面 各位应该可以看到 讲义里面 这边 这边就有一个结果 我希望看到的结果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图好了 因为其实看 看图跟看表 看图会相对来的直觉 一看 原来 我们的主力在7年级升 而且7年级升 快要60个人 然后 6年级升 大概40多个 那 5年级升 才各位数字个 那显然 当然 这个如果你要 这个找出那个消费主力的话 当然 这边一看就知道了 那只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呢 我希望把刚刚的这个资料 变成 我们的统计图表的话 要怎么做 OK 那其实这边有个关键 其实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插入 枢纽分析表就可以搞定了 那其实而且很简单 其实枢纽分析表 要来做统计分析 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简 如果你假设做报表 哇 那数纽分析表两下就OK了 真的完全不困难 可是 会有个问题 数纽分析表 如果你要分析 什么样的资料之前 你一定要先让它 产生 那一个栏位出来 比如说我要统计的是什么 我要统计的是 你几年次 年次的部分 年次位 但是你们可以看一下 在Excel的栏位里面 它并没有 年次这个栏位 所以如果没有年次这个栏位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有个概念 以后如果你要用数纽分析表 如果没有那个栏位的话 你就把它变出来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但是要把它变出来那么容易 我们看一下 所以我在爱栏先增加一个 你们等一下可以练习 这边加一个年次 然后我把这边的格式 复制到这里 所以我常用里面的这个 刷子 刷一下 把它刷过来 OK 多一个年次 那这个年次的话 基本上就是 从前面取两个字 前面取两个字 当然你直接想到 我用Lapt 可是如果你用插入函数里面 用Lapt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Lapt 然后这个资料的前两个字 有没有 你看到是70 但是你会发现 为什么你取到的资料变29 然后如果向下填满的话 奇怪了 怎么怪怪了 这个结果跟这个的结果 奇怪怎么不一样呢 明明我现在看到的是这样子 为什么结果是这样子 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游标放上去 各位可以看到 它之所以变成这样子 的原因 是因为它做格式化 它实际上呢 在以色列里面存的档案格式 其实 基本上是用西元年 可是问题 它的格式呢 当然呢 如果它遇到日期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转换成年 加月 加日 那你想说 可是跟29 完全看不出有什么关联性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你如果要再把它恢复成原来的状态 按右键 出成个格式 你可以改成通用的时候 按确定 你会发现通用实际上 就是Excel里面的原始资料 RAWDATA 按确定 它里面怎么是29 846 298 这个数字 有点怪怪的 其实如果你深究 日期之所以产生 在以色列里面的官方说法 它是把1900年的1月1号 斜线1 它格式一定是斜线1 斜线1 当成是日期里面的第一天 所以如果你输入之后 假如你把1900年的1月1号 按右键 储存和格式改为通用的话 它得到的结果就是1 也就是说这个是第一天 那如果你把它格式化成日期 它其实如果侦测到 这里面可能是日期的话 它就会自动帮你加上日期格式 所以你们为什么会看到日期格式的主要原因 而不是数字 主要是因为Excel很敏感 只要观察它 它可能日期就会自动 尤其是加斜线 它就自动帮你格式化 那格式化之后就变成这样 当然如果说你假设 那也就是说从这边是当第一天 到了哪一天呢? 到了刚刚的这个 70年次 到了1981年的9月17号 总共经历了多少天呢? 总共经历了29000多天 9846天 OK 那当然因为它是一个数字 所以它取LAPT取前两个字 那当然就得到29 是无庸置疑 可是问题来了 不对啊 可是假如我要得到70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其实这边的话呢 有个简单的做法 其实就用TES函数 那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试试看 怎么样可以利用TES 然后结合LAPT去取得70 OK 试试看哦 简单 好 做音乐